今天是隔离的第一个晚上 刚才跟爸爸妈妈通了话 心情变得好多了 因为我平时回国的话 马上就可以回 就是可以接到爸爸妈妈了 但第一次 要自己在这边待个21天 然后才可以接到爸爸妈妈了 还挺不开心 挺伤心的 但是 从明天开始要打起精神 好困 我刚才提示板来小睡觉 但是帮我们送饭的 医护人员 然后就敲门 吃饭了 快吃饭了 好久没有人叫我 快点吃饭了 还蛮幸福的刚才 隔离的第二天 早上现在是几点 8点30 电梯是外面的这个医务人员 7点半就开始教我了 没有起来 到晚也8点半起来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天早上的早餐 你看这是什么 叫 小辣闷 然后昨天 我们姐姐们给我送来了 这个沙拉 我在纠结吃沙拉 还是吃 但我一定要把这个鸡蛋吃掉 就是这样 我就是吃饭了 吃饭再告诉大家我今天要干什么 也有可能不告诉大家 今天是隔离的第 第三天了 昨天晚上其实有点头疼 然后可能医护人员还一直说要不要给我来送药 我是没事 我说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然后早上起来把药帮我送上来 谢谢你们 我刚才有没有给大家介绍我的小朋友啊 我的 我的这个随身携带的小鸡鸡 鸡鸡鸡你好 好美哦 我妈妈还说要来这块在这站着看我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过来看我一眼 就这样打着招呼 有个哭一条 嗨 等会等会我挂了 不能挂 挂了看不到你 你那个是暴睡了吗 什么 我暴睡了吗 我带了东西还送什么钱 好 你先去那里脚子了 行 你们能看清我是吗 现在在里面看清 笑死了 我在录你们等会 小鸡鸢 你那脚子头 它边有个小袋里边有两小圈醋 好 我刚才看到爸爸妈妈的特别可爱 我刚才看到爸爸妈妈的特别可爱 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吃到妈妈的饺子了 妈妈给我做的饺子 尝一口 妈妈的 olmaz 妈妈的特别可爱 妈妈的特别可爱 那么才会有甜 很可爱 优优独播 lanju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